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第40章 这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读了一个多月 从2021年跨年来到2022年 终于把《出埃及记》给读完了 恭喜大家 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面子书写 她终于出了埃及 我也跟她一起欢呼 因为我也出了埃及 我们这两年 接着这样子每天读经 一起读经 读经小组 每天读一章 然后 分享 心得 我们这样子算一算 有人帮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已经读了超过 圣经里面的30卷的 这个的书卷 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的超念 这个超念走了两年 相信上帝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透过这种的超念 彼此的学习 互相的鼓励 如果我们当中 特别是巴圣堂的弟兄姐妹 你还没有 加入我们的读经小组 鼓励你 能够联系组长 联系 教会的领袖 我们看看怎么样 把大家放在一个小组当中 一同来去 每天超念 读上帝的话语 在小组当中 彼此分享 明天我们会读 马可福音 换一换 一个的口味 让我们在过去这40天 不管是出埃及的世纪 还是 在中间那个部分 谈到这个 会幕的制造的过程 然后我想我们 可以再次在新的一年的 这个的期间里头 我们把那个焦点 再次看 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帮助我们 来去默想 上主 特别是默想主耶稣 在我们生命当中 祂的作为 祂的 道成肉身 祂怎么样成就 救恩 明天我们会读 马可福音第1章 我们来看看第40章 我觉得第40章 其实 告诉我们这个会幕 所有的准备已经准备好了 上帝 吩咐摩西要在 正月一热的时候 正月初一 就要把会幕给密起来 我觉得这一章的经文 其实延续 昨天我们所看第39章 谈到那种顺服的主题 因为在 这一章的经文里头 也是一直提到说 是照着 上帝所吩咐的 在第1次出现 是在第16节 15 对16节 那边说什么呢 摩西这样做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他就照样做了 昨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上帝怎么样吩咐 摩西 以色列人就照样做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在做 摩西本身也在做 凡是 上帝所吩咐摩西的 他就 照样做了 这个是讲到 上帝吩咐 正月初一的时候 这个的会幕要怎么样建立 各种的器具要怎么样摆放 17节开始就提到了 正月初一就来了 第二年 就是各一年的正月初一就来了 帐幕就被立起来 各样的事物摆放 包括到最后 这个祭司的袍 亚伦跟亚伦的子孙 要怎么样 被 分别为胜 被高利 这些的事情 都按照 上帝所吩咐的 去做 同样在这一段的经文 一直出现这种的表达 让我们看到 39-40章 整幅的那一个的图画 除了是会幕的建立 更是看见 以色列人 在上帝面前的顺服 一直到第 33节那边说 这样 摩西 透过这些的 以色列人 种子民 就把工作 给完成了 完成过后什么事情发生呢 34节 云彩就遮盖 惠幕 优华的荣光 充满了 帐幕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 一种何等荣耀的现象 上帝的荣光 充满在当中 有时我在想 我们这一生追求很多个人的光荣 我们追求 成绩要考得好 我们追求 工作要找得好 我们追求在 工作岗位当中 步步高升 我们追求 许许多多 荣誉 这都没有错 我想我们都需要的 难道我们要追求 考最后一名吗 如果可以 追求考第1名 为什么要 为什么不追求呢 难道有好一点的工作 我们不去 追求 我们难道要去追求 比较不好的工作吗 那追求 这一些的荣誉 这一些的享乐 那其实都没有错 但是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 这一生 值得我们 亲全力去追求的 其实是上帝 自己的荣耀 是上帝 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 好像 主耶稣用的那个比喻 当然那个比喻是讲天国 他说如果一个人 在一个的土地里面 发现了天国的宝藏 他会倾家荡厂 为了要买那块的土地 为了要得到 那个的宝藏 问题是 我们是否看得出 那是宝藏 我们是否看得出 上帝的荣耀 十字架的荣耀 救恩的荣耀 侍奉神的荣耀 那是一种的宝藏 今天早上在 主的崇拜的时候 我们的弟兄 带领我们唱一首的诗歌 就提到这一声 最大的祝福 我们过去唱最大的祝福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 但是这首的诗歌说 最大的祝福 最大的喜乐 那是能够 侍奉神 因为上帝配得我们 侍奉 追求上帝的荣耀 我想摩西跟以色列人 他们做完这一切 辛辛苦苦 在旷野的地方 可能很多都不方便 他们把会幕 各种的器具给打造好 把这个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 上帝的荣耀充满在当中 不是充满一天 不是充满一个小时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 上帝的荣耀就常常充满 而且上帝亲自的带领他们 这一个云彩 升上去 他们就可以启程 云彩不升上去 他们就停止 白天 上帝的云彩 在 这个帐幕上面引导 夜晚 还有火在云彩中 来去彰显出来 上帝的荣耀 上帝亲自带领 他的百姓 我想摩西跟上帝的子民来到这一个阶段 看到这个会幕的建立 经历到上帝的荣耀 他们会说过去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弟兄姐妹 保罗说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来跑 为要得到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 所得的 奖赏 那种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 耶稣基督 应许要给我们的奖赏 但愿我们这一生 都在 当我们在追求各种的人世间 能够得到的荣誉 的同时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追求上帝的荣耀 如果上帝的荣耀是需要摆上一切 但愿我们都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追随他 跟随主耶稣基督 跟随他的脚重而行 看见他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里面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 上帝的尊荣 上帝的荣耀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期盼 可以得到彰显 愿主 赐福我们 我们明天一同阅读 马可福音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用我们的一生 追求 追求你的荣耀 如果我们看见你的荣耀 我们经历你的荣耀 我们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的作为跟代理 这一切都值得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愿意摆上一切 为了得着你 谢谢你 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拜拜 感谢观看